来说难以接受 但是专家介绍说 大多数离婚案都与财产纠纷紧易相连 如果财产分割没有办法做到让双方满意 那么可能有一方就会纠缠在诉讼当中 而如果进行婚前财产公正 一旦婚姻触交 就能有效地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进行婚前财产公正 房子就是需要公正的一个内容 而现在的商品房价格也是一直饱受争议 这其中到底有没有水分 房地产业到底存不存在暴利 土地价格到底会不会推高房价 这些一直是楼市上周润不休 而又纠缠不清的笔题 既之前杭州福州北京等地房地产商 自爆房价清单之后 最近南昌一家房地产商 又曝光了自己的楼盘成本清单 称地方政府才是房地产的最大赢家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 南昌某房地产公司为记者提供了一份 其开发的楼产项目的成本清单 该房地产开发商认为 政府从房价收益中切走一大块 这其中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 也就是楼面地价 另外还有各种税费及工程管理中的一些费用 几项合计约每平方米1600元 超过了房价的三分之一 这份成本清单也显示 开发商是房价收益的第二大主体 该楼盘目前其市场销售均价是每平方米约4720元 成本是每平方米3946.61元 每平方米的利润是773.39元 占到房价的16.4% 南昌移民开发商坦言 即便是中部地区的城市 一个项目赚1000万元的纯利润也很常见 从这份房价成本清单还可以看到 银行在房地产市场投资中也获益颇丰 各种贷款利息达到了每平方米170元 占房价的3.6% 另外媒体花费也占据一席之地 就这个楼盘来说 用于媒体推广的费用达到了每平方米144元 占房价的3.05% 其实在南昌房地产商爆出这份房价清单之前 已经有政府房地产商民间等多个房价清单版本在流传 关于房价清单 各地以主体相互指责 究竟谁是最大赢家 谁是房价推手 这里面迷雾重重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这房价清单里的是是非非 或许永远也弄不明白 人们只想知道这高企的房价 何时能回归到合理的空间 房价清单是非难辨 前段时间的罗彩霞事件 同样曾一度备受争议 一波刚刚平息 一波又来侵袭 罗彩霞事件刚刚尘埃落定 被称为山东版罗彩霞的吴慰荣犯案被人冒用姓名侵权纠纷案 27号在山东省渝台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从上午9点开始 由于被告较多 庭审一直到下午2点才结束 原告吴慰荣诉称 自己于1996年在湖北中医学院毕业 因为一直没有工作 便随下岗的丈夫在济南摆摊为生 庭审理人员